1月20日被指定为定点救治医院后 24小时内便搭建起140米长的发热患者检查和入院专用通道 至今累计确诊新冠肺炎患者14例 台积高管逆行回长沙与医护人员并肩坚守 由台湾旺旺集团投资设立在长沙的湖南旺旺医院 用这样务实的方式与周边民众守望互助 提起旺旺 多数人脑海里浮现的也许是那张大眼旺仔标志性的笑脸 然而 当新冠肺炎疫情来袭时 旺旺的另一面被越来越多人熟知 一家三级甲等综合性医院24小时接诊新冠肺炎患者 湖南旺旺医院院长蔡有权告诉记者 1月22日开始 医院发热门诊24小时开放 目前累计接诊600余人 隔离病房已确诊14例新冠肺炎患者 在这期间 医院的10位台籍医师和管理人员始终坚守在港 执行长郑文献从台北逆行回长沙 与全体医护人员一起探索疫情防控的最佳方案 台籍行政副总经理许叙出 忙于疫情防控工作的安排 最终累倒住进医院 我们医院总共有十位台籍医师和干部 在这个运行期间 我们开始有八位是一直都没有回去的 都坚持着有两位回到台湾 但是现在都赶回来了 现在全部都在接受岗位 这个运行期间 台籍的医师和干部 正正实现了两岸水浓与水的同胞情谊的 在这个期间我们有几位医师 都是分战在第一线 然后还有一位台干 我们有许总 他因为两个多星期的操劳 还病倒了 现在还在居院的 还没有完全康复 记者留意到 该院还有一对台籍战役兄弟兵 43岁的哥哥林佑尊 和42岁的弟弟林佑尘 一个坚持坐诊心血管内科 一个进入隔离病房直面病毒 自愿报名进入隔离病房的林佑尘 每天必须穿戴全套防护措施 坚守岗位9个半小时 吃住均在隔离楼层 林佑尊说 他和弟弟均毕业于中南大学香亚医学院 先后在2005年和2006年进入湖南旺旺医院工作 如今都已在长沙安家 庆历此次疫情 林佑尊也有话说 其实我觉得对于这次的突发事件 我相信在全世界的任何一个国家 能够像中国能够做出这样子反应的 应该还是不是特别的多 我觉得我们国家已经做得非常好了 当然所有的国家都有可能有不足的地方 但是我们只能是努力的去做得更好 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而不是因为的去批评 做得不好做得不好 哪里做得不好 采访结束离开医院时 记者在门诊和急诊门口看见 两个黑色大储水罐赫然出力 不时有人拎着容器来结装里面的透明液体 蔡有泉告诉记者 这是旺旺集团自产的一款消毒液 我们当时知道这个消毒液 消毒的酒精这些市场上公布应求的时候 我们马上就开放了 跟周围的民众免费提供水水消毒液这个措施的 在我们的急诊部还有门诊部的门口 都设置了专门的这个水管 就是让周围的民众可以免费取用 24小时开放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也可以免费取用 这种野党from家 direct 为了专门的反应 不欠帆 您怎么看